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觀眾早晨 歡迎收看今日的開市感浪 我是鄭潤文Michelle 首先和大家看看歐美股市隔晚的收市表現 美股上升Netflix等季度業績理想 增強市場對美國業績期的樂觀情緒 三大指數全面高收 Netflix股價急升超過9% 創收市新高 亦都帶動科技股做好 亞馬遜股價就升超過4% 蘋果升1.4% 微軟和Facebook就升2%或以上 道瓊斯指數最多升過285點 最終收市升213點 步在24786點 升幅0.9% 標準普爾500指數 收市步在2706點 升28點 升幅超過1% 納斯特克綜合指數 部收市部在7281點 升124點 升幅1.7% 然後看看港股美國預托證券表現 港股美國預托證券上升 匯控ADR教本港收市價接合上升1.23 部76.68 升1.6% 中移動收市部在73.21 升0.8% 中聯通10.22 升1.1% 中人壽21.85 升1.1% 中海油收市部在12.63 升1% 中石發7.46 升1% 中石油5.59 升1% 然後看看歐洲股市收市情況 歐洲股市上升 市場焦點轉移至企業並購和首桂業績 意大利联合聖保羅銀行就出售壞賬達成協議 意大利的銀行股做好 倫敦富士100指數 收市部在7,226 升27 法蘭克福德克斯指數 收市部12,585 升194 巴黎克克指數 收市部5,353 升40 然後他商品期貨情況 油價方面 油價上升 市場關注由伊朗到委內瑞拉的原油供應中斷 和地緣政治風險 加上美股上升 亦都大動油價向上 紐約旗油收市部在每桶66.52美元 升30美先 倫敦布蘭特旗油收市部在每桶71.58美元 升16美先 其後美國石油協會公布 上週美國原油庫存減少100萬桶 減幅、跌幅較如期少 汽油庫存就減少250萬桶 大幅超出市場預期減少近223萬桶 蒸牛油庫存下跌85.4萬桶 跌幅亦較市場預期大 接著看看金價 金價窄幅回落 主要受到美元由三個星期低位回升拖累 紐約期金收市部在每盎司1349.5美元 跌1.2美元 跌幅是0.1% 現貨金部在1347.81美元水平 看看匯價 美元回升主要因為歐元和英鎊下跌 加上美國3月新屋動工指數和工業生產數據理想 亦對美元帶來支持 美元指數由三個星期低位回升 最新報在89.511 升0.1% 港元對美元買入價7.8486 日元107.16 歐元1.2372 英鎊1.4297 瑞士法郎0.9669 加元1.2568 澳元0.7765 紐元0.7329 看看美國國庫債券息率 10年期債券息率佈在2.82 30年期債券息率佈在3.2 今晚是Ravi和利根唱歌美股視表演 Ravi 早安 早安 先看看美股 美股正當業績期 硬要看見科技和醫療巨企 業績公佈數據多數是好過預期 帶動美股三大指數做好 看見標誌重新回到2700點 金融股雖然業績好 但因為資金前幾天已經偷步流入 好像有點兌現獲利回吐的跡象 但其實我覺得美股強行做好 跟中東局勢和物業績的因素 暫時緩和都有關係 不知道Ravi怎麼看呢 覺得今次的反彈又可以持續多久 是否都是不要看得這麼樂觀 我自己都覺得未必太樂觀 電話轉說 你說昨天當然升有幾個因素 例如業績 例如醫療科技股 可能之前一些金融股 雖然個別有點回討 但起碼業績暫時 到這一刻來說都是普遍對版的 令到整個市是有些好帶動 而剛才想說的就是 反過來看 連業績好都刺激不了市 其實市本身都很差 但明顯地這一刻未至於這麼壞 所以當一旦業績 或者稍微有些好消息看出來 你說令到市可能彈一彈 其實都合理的 昨天這樣彈我覺得很正路走回 但是真正如你所說 始終整個大環境 我覺得才是主阻著整個後市的去向 因為其實你說業績 或者是個別的數據 其實這些有時候 刺激性是比較短暫的 甚至業績 其實有時候大家都預期了會這樣走 即未必會有特別大的一個左右性 反而真的整個大環境 剛才說的 譬如可能是地緣政治局勢 又或者是米戰那樣 雖然你說昨天或者過去這幾天 大家對局勢 即地緣局勢的事情 沒有之前憂慮得那麼厲害 看不到多的消息 是再出來 特朗普又沒有在Twitter說話 沒有 怎麼再說話 這個好像少少地是稍微樂觀一點 但是貿易戰的因素 其實要再看 因為其實昨天大家都知道 特別美國都再向中興 實施了一些制裁 是 要看一下可能 然後中國其實都回應了 美國那些高良進口 是有一些有關稅的那樣 沒錯沒錯 要看一下兩邊 究竟是否真的 那麼個別性地發聲 還是又有一些新一輪 大規模一些的 互相可能 少少叫貿易戰的因素出現 如果真的會這樣走到 其實美國又再錯下去 其實就不奇怪 雖然我覺得昨天彈 是很個別性 可能短暫反彈一點 暫時的市場 我又不敢說 太過樂觀了 我覺得有機會 如果之後 可能是賤因素 又再升溫 其實美國股 可能稍微 叫做下市 其實機會性也依然存在 但其實就算 沒有一個很大規模地去升溫 但如果一直都好像現在這樣 夾不住 搞搞你 都很麻煩 應該都會很錯過 其實是預了來 還可能發上發落 除非你說短線 真的見到賤的因素 是完結了 但是當然這個機會性真的不大 所以暫時的市場 都比較 可能 都會反復 可能 港股都會反復 其實港股最近都已經 都很反復 特別昨天 大家真的不知道市場怎麼捉摩 一到其實插了二百多點 然後GDP數據 好過預期公佈了 就是內地方面 公佈了 抽了百多點 但是美市的時候 騰訊 就這個不給力 跌穿四百 結果最後都要跌回二百多點 報在三萬零六十二 其實三萬這個關 真的挺險 今天又回到 現在回來 競價時段升超過四百點 但現在的升幅就消了近一百點去 最新報在升三百一十點 報三零三七三這個位置 大家覺得今天港股應該都是升的機會多些 只不過是否同樣這樣問 跟美股一樣 市可能都是錯一點 大家不要這麼樂觀 其實都是一樣 你看到港股當然 好一點看 暫時還是三萬至三萬一 叫做是不斷上落 但是你說會不會 穿三萬呢 我覺得機會性是都存在的 因為始終整個局勢 都是偏利淡多些 你說可能昨天各別 因為GDP數據 或者當中 可能見到社會零售 消費中下的數據好 市是夾過一下 但是就只有一下 之後都見到是馬上落回來 甚至乎你見到昨天 可能是我們那邊突然間出手 頂向港順 是 今天回來當然市升 大家都預料到以後 但是你看到這一刻的聲勢 對比開的那一刻 升成四百點有多 已經消散很多 對 縮了很多 亦都反映了一點 就是連續兩天 有個別的一些偏好的消息 是可以刺激到下的市 但是每逢一彈到上去 那麼高 比較高的水位 就立刻可能大家都會想 做一些淡 或者撿下來 即逢高是有這樣的動作出現 所以都反映了 其實暫時有市 想它有一個很大的反彈 好像是難一點 除非你說突然間說那些 剛才說一些地緣局勢也好 或者賺激因素也好 真的一樣 完全沒有了 如果這樣的話 這樣會比較好一點 但是如果還有這些東西是拖尾 其實暫時都是叫做 可能借勢打一彈之後 又會是撿下來 甚至於以港股 除了剛才說一些外圍局勢 就是降準這些因素之外 始終大家都知道 就面對著自己的走資因素 就是港會都保持著 今早又出手了 是的 再出兩次 先有這幾天做了十次 令到銀行貸易結業下了1470多億 其實下的速度也一樣 比預期快了一點 所以這個又會有所謂抬後退的現象 如果再這樣接下去 再這樣結業降下去的話 都不會見好 是的 擔心那個加P的因素再快了 自然對港股壓力也會有 所以暫時我覺得 剛才提到好一點叫區間 但是其實大家要小心一點 就是這一刻可能彈也好 不能回到305、306樓上 可能都是作為一個下市的空間 我覺得穿3萬的機會性都嚴大 甚至乎一旦確立失守3萬 下面來說可能以29,100 以份的底做回支持 但當然那些位置會不會打穿呢 我覺得暫時來說機會性又未算是太大的 因為始終你看到這幾個月 隨著你剛才說的 市場發生發落 其實整個日均成交都低了很多 其實大家都不太敢入市 北水都不停留走 對 都不停留走 變相大家可能手上貨又不多 或者這一股上車的貨又不多 又不會很急切地去訂貨 所以沽額未必會太大 有機會去到29,100這些位置 可能會頂得住 但當然除非突然間 剛才說的因素又再差一點 這個是很難預計的事 但現在看下去 我覺得就算坐落3萬樓下 可能去到29,100這些位置都會頂得住 都要看回大家自己的持貨能力 如果你覺得29,100都可以的 坐得下的 可能都是拿著 但如果可能是這一股才上的 可能有高位就要逃生門走 又講一下剛才 因為講到人行降準 沒有定向 但很多人都覺得其實都是定向 其實會不會都利好一些藍籌的銀行股呢 因為今天回來見到 升得多是公行、建行、中國銀行 這些都有超過1.5%的升幅 那是不是這些銀行股 當然有貨也是 趁高也可能走 又會不會想買貨呢 其實你說今天來說 當然彈是很正常的 先講到有降準 也一樣 如果連降準也彈不起來 應該市場都很差 所以這個很合理的一個即時反應 官家上說 但是你說那個刺激狀況會不會很長 或者是再大一點呢 我覺得未必這麼樂觀 因為其實你知道的一點就是 譬如樂人 當然整個環境其實不是說差 你看到無論之前業績、營利質素有改善 指引質素有改善 全部都是偏正面很多 但是其實近幾天 老人股曾經走過下去 最主要跌的因素 見到一來 譬如上星期出的M2的數字比較危 令到大家都在怕 就是那個流動性 其實沒有像中那麼利好 而以來這幾天回來 都傳過 就是那個可能又到局部 可能上了那個存款利率 令到大家都在怕 就是又是搶存款 可能對它是息差又會鎮壓 其實過去這幾天就是跌這些 但是去到昨天來說 當然一下子突然降漲 甚至降漲的幅度 其實都幾多 降漲一個百分點 令到大家都預期息出的錢 都可能一萬多億 而當中的一萬多億 可能八千億、九千億 可能還回到MLF 而正息出的可能都三、四千億 沒錯 原上整件事來講 的確對近期 可能大家擔心流動性不足的問題 又再加上 亦都見到過去 不斷所謂的許鞏鋼之下 有這些息出的訊號 又會是正面一點 所以你說今天來講 老人升其實是很合理的 但我很認同一點 就是這個聲勢 未必太過持久 那我也覺得 如果你說變相 可能真的是 浪漲股 如果你是部署上說 當然你長線拿下的 可能收息 那樣東西其實是沒有影響的 我覺得這些可以繼續保持著 就是不用為了 我們回這一下 彈又去走一走 但如果你是純粹 可能早幾天 叫做短線入了浪漲股 純粹去駁 可能短期反彈炒作 那可能借著這一下 可以彈一下 就可能短線和你先 我覺得再上的空間 其實暫時看來就未必太多 但無論如何都不會在這些位置買貨 如果剛才提到 如果你是短炒 我覺得這些位置未必太合適 因為今天也升了上來 但如果是中場線你收息 其實我覺得價位上說 又不是差太遠 這些來講 可以慢慢考慮一下 好 少少時間講到騰訊 騰訊 因為昨天穿出了400元 另外就說 可能6月份 CDR方面沒有它份 現在內地有整頓手機遊戲 也有11個遊戲 會不會再令股價再次收額 反覆著 我覺得收額的因素未必太明顯 昨天跌一跌 內地說要排查遊戲 但其實大家都知道去年也說過 黃仔詠儀都點了名字 那天也是一會兒 但這次沒有它份 這次沒有它份 反而其他可能叫做 不要說是小隻 沒有那麼主打的遊戲 叫做有影響 暫時的騰訊來說 其實未必太大估額 但之前也說過 看法上是否擔心 但股價上說 無疑動力是弱的 之前也說過 我覺得就算未必跌得下 但要它升 暫時是難一點的 所以有機會 可能在400元這邊 繼續浮沫 不想下去 甚至乎假設確立 可能穿400元 我覺得下一步來說 可能試試大概380元左右 也不算很多380元 也能坐到 時間差不多 先跟Rafi聊到這裡 上述股份有沒有持有 也沒有持有 稍後還有更多隻關節 稍後見